国民党总统参选侯友宜 现在可以说是努力的 要拉近跟党内要走的距离 像在6月6号说明看 他特别到新竹县 跟这个县长杨文科参序 当然席间还有这个苗栗县长 钟东井 让人意外的是 是民众党籍的新竹市长高宏安 以及跟阔台铭很好的宣明志 通通都一起在参序上面 那这个约到底是怎么约成呢 原来呢这个杨文科 他们有一个叫做40年代的兄弟会 这兄弟会成当然也包括了 薛明志以及林维州了 最后是他们呢 在居间穿梭拼整合 所以当然呢也就拉到了 这个薛明志高宏安 还有钟东井都一块来了 那薛明志其实也明确表态说 他是支持侯友宜选总统的 所以他不挺这个所谓的郭柯核 或者是郭台铭独立参选 他也喊话说呢 希望这个郭台铭可以守住承诺 帮助侯友宜 那除了这块看起来这个拼图 是慢慢快要拼起来了 那王金平这一块呢 其实侯友宜呢 已经三度邀请王金平来担任 他的竞选总部主委了 不过王金平是三度拒绝 不过最近他态度松动了 他说他愿意接受这个荣誉值呢 来帮助侯友宜的 甚至在最近的一次餐序上呢 他还拿出了一个黄色的信封袋 里面装了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些文件啊 提点这个选战基要 也被外界说 其实王金平已经释出善意了 不过现在侯友宜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跟韩粉这边的关系 因为三年前的一支影片呢 他有人问他说 你有没有想要选总统 侯友宜当时是说 呵呵呵呵呵笑死人了 这句话是引发韩粉的不满 所以现在呢 跟韩粉也是要 吉利米平裂痕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